黑猫的小视频要开始咯 她可能会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在药妆店里面发现的这个液体穿可贴 之前一直有听说过她 但是自己没有真正见到过 所以说没有那么在意 今天实际上买来看了看 发现她真的还是挺厉害的 单从这个涂 对吧 手的这个关节处啊 然后手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边边脚脚吐掉皮的时候 你都可以用这个小刷子 去涂一层药膏 然后呢等它干了之后 它就能够附煮在上面 同时你刷完洗盘子 就等于说去碰水也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厉害吧 我觉得是挺厉害的 顺便我买的这个 还是小林芝药他们出的 但是没有记错的话 好像有两三家药厂都有出这个东西 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里面呢是长这个样子 好 这个我从视频里面在看这个东西上面的日语 然后翻过光就好难读啊 就感觉这边有一条白线 有没有感觉到 这儿有一条白线 因为反光哈 OK 然后它呢是这种就是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吧 边看边说 这边打开呢 它会带一个小刷子 然后这个小刷子上面呢 有沾着这样子的透明的液体 然后你把这个透明的液体抹到你的伤口上 我也没什么像样的伤口 就这儿吧 我们看到我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小伤口 哈 抹到这个伤口上 好然后就 刷子塞回去 然后我们等这个 双口这块哈 干燥 你要等它干透啊 不要就这个状态直接去洗碗 那肯定不行 OK OK 已经等了大概有个两分钟左右吧 然后顺手摸了摸 发现它就已经干了 你看 刚刚看起来还有一点亮闪闪的感觉 但是 摸上去就已经干透了 你看 我这么蹭也没有问题 哦 无影掌 OK 没有问题 已经干透了 嗯 我给大家讲一下感想哈 我这也是第一次打开用 打开用之后 这样子 打开的一瞬间 拿出来之后 我第一感觉是 诶 这不指甲油吗 包括像其实淡淡的带一种指甲油的味 哈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它有一种淡淡的指甲油的味道 但是绝对安心 没有关系 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关于它大家比较靠奇的或者说比较在意的价格的话 那应该是1000日元不到 所以说大概就是60块钱左右 然后10克 有这样的一个含量 我觉得挺耐用的 因为你一次就是这么抹一点点而已 而且一般你不会用到大型伤口 只会用到小伤口上 所以说应该还是蛮耐用的 嗯 我们包括这边的话 它有讲有几个地方请一定不要使用 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哈 画浓的地方 眼睛和眼的周围黏膜处是不要用 这两种地方是一定不要用 同时呢还有哈 第三种也是不要用的地方 是比较大型的伤口 非常深的伤口 或者说湿疹 以及哈 在流血的部位都请不要用 这个哈 大家注意 总结一下就是说 它大多数的小伤口都可以用 有几种呢不能用 第一种 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吗 第一种是什么 嗯 我也忘了第一种是什么了 我现在记得的是 大型的伤口 有很严重的出血的地方不能用 伤口比较深的地方也不能用 同时湿疹的地方不能用 然后眼部和眼睛周围 包括黏膜处也不能用 最后呢还有啊 这个是第一个提到的 化膿的地方也不能用 OK吗 这些要好好地遵守哈 不然出问题的话就 一概不负责哦 OK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一款 液体窗可贴 又是神级商品 神级商品 家庭必备 幸福的源泉 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 喵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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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